还记得给大家上次讲的笑话吗 还说怀念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 妻子在门口怎么样 动词欢迎她 welcome 然后给她拿拖鞋 拖鞋怎么说呢 slippers 然后她的狗在她身旁怎么样 bark 就是叫 现在一切都变了 样子了 然后呢 抱怨怎么说 complain 好我们看下一个 a guy 还是一个家伙 a fellow a man walks into a post office 去了邮局 one day to see a middle-aged 一个中年的 middle-aged boarding man 还记得这个词吗 刚才大家讲完 兔头的 男人 standing at the counter 站在那个 柜台前 methodically 大家这method 是方法 这个负责就是非常讲究方法的 小心翼翼的 placing love stamps on bright pink envelopes but the stamps 邮票 邮票自然是贴在什么上的 信封上的 那么有什么样的邮票 什么样的信封呢 邮票上面写着 love 信封呢 是bright pink pink是什么色 粉红色的 而且是亮的 非常明亮的 粉红色的信封上 贴上这样的邮票 with hearts 什么样的信封呢 信封上又是 hearts all over them 全是小红心 是不是 哎一个个的 it then takes out a perfume bottle 然后拿出了一瓶 perfume 就是香水 香水瓶 and it starts spraying sand all over them 那你猜一猜 spray什么动作 拿香水瓶 就是 嘶嘶 喷的意思 sand呢 就是一个香味 在这信封上 喷了好多香水 喷了这么多香味 你要是看到 这个情形 你会怎么样 curiosity 名词 好奇心 那么这个人的好奇心 就getting the better of him 占据了他 也就是说 就是心里面 被好奇心给占据了 所以 这人干嘛呀 他就走过去 goes up to the body man 到那个兔头 那个家伙旁边 ask him what he's doing 老兄你干嘛呢 what he's doing the man says i'm sending out one thousand 我正在往外 游一千张的 Valentine cards 什么卡片 Valentine 顺瓦伦丁节 什么节 情人节的卡片 signed signed 就是在上面 签字 一般情人节卡片呢 就是有一个特点呀 就是什么呢 写上一些甜言蜜语之后 底下不落款 按理来说 一个人就是一对一的 对不对 你的情人只有一个吧 所以谁送的呢 应该是可以知道了 所以情人节卡片 一般是不写名字的 所以呢 他也会签上一字 guess who 猜猜我是谁 啊 关键的问题 这有了一千张啊 but why 为什么 ask the man I'm a divorce lawyer do man replies 我是个什么律师 divorce 他给一千个人 发这样的信 喷了香水 然后写着猜猜我是谁 专门给人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这是挑拨是非的 制造事端的那种人 好下一个 when a newly married man 这还是一个什么呀 刚结婚的 还可以说just married 对吧 when a newly married man looks happy 刚结婚的人看着就很快乐啊 很幸福 we know why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成家啊 现在有媳妇给做饭啊 有人送拖鞋之类的 当然很幸福 but when a 10 year married man 一个结婚 10年的人 looks happy we wonder why 结婚10年的人 还看着就很幸福 我们就开始纳闷了 wonder 为什么呢 像我刚刚第一个故事 讲的那种家伙 10年之后就是狗 给他拿拖鞋了 他还很幸福 为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字 affair 这个词就要给大家讲一讲了 affair呢 他本来指的是事物 我们通常说 foreign affair 那就什么事物啊 外国的事物就是 外事 外事 domestic affair domestic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个是指国内的 一个是指家里面的 那么就是家务事 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内政 affair 如果和love搭配在一起 意思可就不一样了 爱情事物 love affair 是指男女之间那种 不太正常的关系 所以有点像绯闻一样 love affair 所以呢 他的答案就是 我们10年之后 还很快乐 是不是 领寻新婚了 not affair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 这回不是10年了 而是50年的了 a couple 一对 夫妇 had been married for 50 years things have really changed 大家都这么感慨 哎呀 真是跟以前不一样 试过境迁 she said you used to sit very close to me 以前都是坐得离我很近 然后就跟老先生说了 well I can remedy that remedy原来名词 那是一个治法 一个疗法 动词就是说 我可以补救的 这个我可以做得到的 he said moving next to her on the couch couch就是两人坐的 一个长条的 板凳 就是往他身旁靠了一靠 how's that 这回怎么样 he asked as he gave her a hug 一般离他很近之后 hug就是什么呀 拥抱 抱了他一下 这回行了吧 然后呢 这老太太又说了 do you remember you used to nudge my neck nudge就是相当于touch 摸 摸哪的 neck脖子 nibble就是用牙轻轻的咬 nibble on my earlobes 一般咬的是什么地方 就是耳的那个耳虫 你还记得吗 然后这个老太说 jump to his feet 我们刚刚说了一个 叫got to one's feet 站起身来是不是 just jump to one's feet 跳起身来 and left the room 走了 where are you going 老太太问你去哪啊 老太太怎么回答了 50岁了 结婚50年的一个老夫妇 会是什么样子呢 I'll be right back he said 说话特别像斯巴辛格 是不是 斯巴辛格说 I will be back 我会回来的 他说我马上就回来 I will be right back 干什么去了 I've got to get my teeth 我去把我牙拿来去 很明显是假牙 对吧 好了 故事到这了 下面把我们 第四课的转语和表达访了 给大家准备一下 首先呢 在前面介绍性的段落 在前面介绍性的段落里面 第一行赚点钱 怎么说 make some money 介绍性的段落 写底字的部分 make some money 第三行申请 apply for apply for 下面我们再看证文 我每次跟大家说 介绍性的段落 就是那个图旁边的写底字 你应该知道 证文中的第一行 当地报纸 a local newspaper a local newspaper 第三行 短缺 缺少 什么东西不足够 别忘了说 be be shut of 这样呢 他整个的用法 你就全记下来了 be shut of 缺钱呢 就是be shut of money 那缺现金呢 记得吗 be shut of cash 所以你能接受支票吗 支票 check 下面第五行 教学经验 experience in teaching 也可以调过来说 怎么说 teaching experience 好 注意进 in这个词 比方说 right reaching something 在哪方面很 丰富 比方说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你就可以说什么呢 he is rich in 什么 teaching experience richin rise in 比方说 rising classes 哪方面的 增长 change in changing life 生活的变化 所以有很多词 后面常常用的是 in 表示在哪方面 请大家注意了 我们这是教学方面的经验 同一行 有一个表达法 机会渺茫 怎么说 the chances are slim chances are slim 有很瘦的这个词 第十行 因此结果 as a result as a result 翻过来 有几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的词的特殊用法 就是我们这页的第一行 struggle to survive 这两个词用的非常的传神 struggle to survive 挣扎着 在这个烟呢 和这个尘土里面生存下去 另外一个呢 就是18行 表示一个人的神气 神情 用air 空气 然后表示一个人的神气 神情啊 就air 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这是这几个词注意一下 好 下一个短语在二十行 有一股什么样的味道 smell of smell of 说在嘴里有股白蓝地的味道 那么想啊 嘴里有 你不要想 嘴里有就是什么意思啊 呼吸呼出来的 his breath the breath smelled of brandy 二十二行 根据什么判断 judging by not judging by 二十三行 接着做什么事情 这个词呢 对于现在来说稍微点难 proceed to proceed and go on to do something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二十五行 有一个比较分散的表达法 就是盯着某人看 怎么说的 那就应该是 fix somebody with one's eyes 用眼睛把一个人给固定住了 就是盯着某人看 fix somebody with somebody with one's eyes 二十六行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倒数第二次开始看 a vital part of something a vital 27行认为什么很重要 attach importance to something attach importance to 认为什么很重要 那么二十九行 跟什么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跟谁 have little in common have little in common 三十行 由什么所构成 所组成的 consist of 我们还讲了一个短语叫consisting 什么意思呢 在于什么 他呢就等于 lie in 或者是depend on 在于什么 取决于什么 31行 从30行开始 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波动 range 后面呢 from to 在什么范围内波动 你还可以呢 再加上一个in 在哪方面 是不是 好 34行 教训安排 叫做teaching set up teaching set up 就像teaching arrangement 教训安排 使人满心恐惧 还在这个34行 使人满心恐惧 fill somebody with fear 所以说呢 他这个词的转译 特别的差异很大 比方说给这个杯子倒满水 怎么说了 你不用说倒 也就是fill the glass 什么 with water 用水把这个杯子贴满 就是给这个杯子倒满水 fill the glass with water 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里 充满泪水 比如说的 eyes are full of tears 还在这一行 把什么分成几份 divide into 一般后面上 就是two parts two groups 等等 into 35行 轮流的 in turn 接下来还有一个转语 以什么样的水平 借词 at 什么 levels not levels 水平 大家记得sublevel是什么了吗 level是个水平级别吧 sub呢 在这个级别之下的 一级都不够的 下面叫什么级 预备级的 sublevel 另外有两个词 请大家注意 就是在36行 有个thought 画像套 36行有个thought 我对于这个想法 感到很沮丧 然后呢 38行有个idea 找到了吗 idea 星期六下午 上板球课 这个想法 是更糟糕的 就是idea 然后就是全文的 倒数第二行 prospect 全文的倒数第二行 prospect 在一个女人手底下 工作的前景 构成了我最后 最大的一个侮辱 这三个词 请大家注意 一个是想法 一个是主意 一个是前景 意思都差不多少 也就翻译成 一想到这个 就这么一样 这三个词 是相当于一个系列的 然后我们接着看短语 36行 对于什么东西 感到很灰心丧气 be dismayed at be dismayed at 37行 对于什么来说 不胜任 做什么事情 be incompetent at incompetent at 怎么记住at 擅长的就是be good at 最后一个原语 41行 站起身来 get to one's feet 用扶数 不能是单脚站 我们刚才说的老头 跳起来去找牙了 怎么说的 jump to jump to one's feet 好了 我们短语讲完了 下面我们就看电析 六十六月 六十六月 好 我们先看 词汇的第五题 replace the italicized words with words from the text the best retaining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可以换 first sentence they enrolled all the school age children though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eachers 他们招收了所有的 school age children 叫什么学生 叫做学龄儿童 或者士龄儿童 对不对 那学龄前儿童呢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那种学龄前的 什么钱 怎么说 pre school pre school 这是学龄前的 pre schooler 我们也可以称之学龄前儿童 可以这么说 他们招收了所有的士龄儿童 尽管他们没有足够的教师 没有足够的 也就是什么东西 很短缺吧 be shut of 那么be shut of 过去是 they were shut of 别忘了有个be they were shut of teachers number two at first no one considered that suggestion important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认为 那个建议是重要的 主语 为 编语 编语不足语 因为它是重要的 认为什么重要的 那一段语怎么说了 attached importance to 好了 那就是 at first no one attached 既然是否定句 你可以说 any importance to that suggestion any 第三个 quite a number of students in our college have asked for the scholarship granted by the state commission of education quite a number of a number of 那是若干 quite a number of 就是相当多的学生 我们学校相当多的学生 都申请 ask for吗 不想要吗 要这个scholarship 申请什么 奖学金 那么grant这个词 请大家注意了 我们在讲这个 工作面试的时候 也用到它 就是说对方同意之后 会给你一个工作面试的机会 grant就相当于give 简单的时候就等于give 但它是一种正式的给 那么这个奖学金 是由谁是由谁所颁发的呢 是由州的教育委员会所颁发的 grant grant还可以做名词 表示呢 所给的这种资金上的帮助 比方说 一般呢 学生都有这种助学金 就用的是grant 国家呀 政府啊 给的这种grant 做名词 那么scholarship 就是奖学金 grant是助学金 这个很简单了 申请得到 apply for have applied for 你把asked 改成applied就可以了 number fou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composed of fifty states 美国是有五十个 州所组成的 is composed of 这等于is made up of 但是要求用我文章中所学的 有什么构成的 consist of 那用主动用被动的 用主动的 它本身就是有什么构成的 要记住 它就是它这个特殊的地方 本身是有什么构成的 consist of 一般现在是 第五个句子 Undoubtedly universal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a country's future Undoubtedly 毫无 疑问的是啊 universal education 这个叫什么呀 universal universal是这普遍的 普遍的这种教育呢 也就是什么呀 普及性的义务教育 is very important 非常重要 对一个国家的未来来说 就是要普及教育 那么重要的 一个小人词 vital 我们在文章中说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vital part 这个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回忆一下我们在讲那个杰菲逊的一讯呢 最后一句话说呢 美国在很大的程度上 感谢杰菲逊为教育所做出贡献 对吧 因为杰菲逊认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 它的国民只有是受过教育的 才能够保持自由 所以呢 要把教育看得很重要 第六个 presses of fish vary from senty cent to two dollars a pound 鱼的价格 从七十美分到两美金 一银一磅 这个磅就不是货币单位了 而是重要单位啊 一磅的价格 一磅的余价 从七十美分到两美金不等 那么不等 就是在一个范围内波动 那个动词 range 后面一样的 也是from to not from to very very的形容词是什么了 very的形容词是 various 各种各样的 名词是variety 我们刚常常说 variety of各种各样的 一系列的 第八题 believe it or not all the passengers came through the plane crash believe it or not 这个要记下去 相信他还是不相信 信不信 有你 所有的什么 passengers 乘客 都怎么样了 come through 你想 你得先知道 这个短语的意思 through是经过 经过了什么 过来的 就是什么呀 幸免 遇难 play crash 飞机坠毁了 alive呢 活下来了 那就用一个词来替换 能够存活下来 我们说那些怪物 从而挣扎着 在什么烟 尘土里面 生存下来 survived 他做急物动词 后面直接加什么东西 因为他的意思就等于 live after not live after no.8 由于考试的压力 很多学生怎么样 are left 被留下来了吗 被留给 也就是留给学生的 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的时间 自由的时间 怎么说啦 闲暇的时间 leisure time 一般人说 我星期六下午 还得叫板球课 而我的那些朋友 正在在享受他们的 闲暇的时间 享受 enjoy their leisure time 实际上这个地方呢 用leisure就可以了 因为它本身就相当于 什么呀 free time leisure 或者leisure time 都可以 第九个 after the headmaster had given an account of the difficulties he went on to suggest ways of overcoming them 在这个校长 怎么样 give an account of这个语言 对什么进行描述 account 描述 描述了这个困难之后呢 他又接着去建议 怎么样来把困难进行 overcome 克服困难的办法 接着做什么事情 那个动词怎么说啦 原来是指往前走 还记得PRO 这个前缀是什么意思吗 向前的 我们讲了一个prospect 对不对 prospect就是向前 看嘛 所以是一种前景 一种掌握 proceed CED就是走的意思 向前走 接着坐 第十个 though you will face many difficulties your final success is certain if you persisting working hard 尽管你会面临很多困难 但是你 final 最后的 最终的成功 是肯定的了 是确定的了 只要你怎么样了 persisting这个原因是指坚持做什么事情 persisting doing something 或者是 persist with something 只要你坚持努力工作的话 你的成功是肯定无疑的了 最后的最终的 在一个女人手底下工作 构成了我最大的最后的侮辱 ultimate indignity ultimate 最后的 最大的 最重要的 我们当时讲了一句话什么呢 无论发生什么 都要记住你 最 我们最终的目的 你记住那句话了吗 记住怎么说 keep in mind 你是不是 然后呢 笔语就是 our ultimate 目标 go 无论发生什么 whatever happens keep in mind our ultimate go whatever happens 第十一个句子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Africa and the Latin Latin America make up the third world developing countries 什么国家 正在发展的 就是发展中国家 and developed 什么国家 不发达国家 也可以叫的 underdeveloped 为什么呀 我们这under是表示 不足以什么什么的 成分不够的 developed发展的 那么under和end 都表示不发达国家 那么有什么 第三世界 大家知道是哪几个的 亚 非 拉 拉丁美洲的 这些发展中国家 构成了第三世界 构成了 想想 用哪个字替换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 consistive 它是有什么构成的 对吧 这个肯定不行 是说这些构成了第三世界 还有一个词 也表示构成的是 constitute 它和makeup 是一样的 constitute 如果这个句子 要用consistive 你怎么说 the third word consists consists of 什么什么什么 有什么构成的 最后一个句子 the chances of survival for lung cancer long cancer patients are often very small chances 你抓着它的主要结构 chances are small 机会小 机会小就是很渺茫 很渺茫就是很瘦 slim 然后你再看是什么机会啊 lung cancer 肺 癌 病人 能够survival 存活下来的机会 相当渺茫了 不管发现了早 可以把fear切除一部分 还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东西 发现的就是晚期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需要大家掌握的原语 在第一个句子当中 适龄儿童 school age children not school age children 第五个句子 毫无疑问的 undoubtedly undoubtedly 第七个句子 信不信有你 believe it or not 第九个句子 对什么进行一个描述 讲述 give an account of give an account of 如果说对于什么进行 简要的描述呢 give a 简要的 你要实在不会说简要 你就只能说是进行一个 比较短的 对不对 a shot 但是有一个词呢 它不仅仅短 而且还很清楚简要的 等于什么 brave 言简意该的 那就是give a brave account of 简要的描述一下 所发生的事情 account of 第十个 坚持做什么事情 persisting doing something persisting doing something 第十一个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ies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六题 filling blanks with suitable words from the list given below changed from where necessary 看一下第一个词 stale的意思就等于什么 not fresh not fresh 不新鲜的 incomptain呢 不胜任的 没有能力的 还可以表示 nskill nskillful 技术不熟练的嘛 不胜任的 intern怎么解释 one by one 或者叫做one after another 一个接一个的轮流的 叫intern disapproval 表示什么 不赞成 很不以为然的 大致相当于disagreement disagreement smile off 动词短语 有一股什么样的味道 有一股什么样的味道 这个smile是鼻子闻起来的 而这个taste呢 是嘴里面尝起来的这个味道 不一样 taste taste还可以相当于什么意思啊 一个人的品贝啊 prospect表示对于将来的一种展望 一种前景 它还可以解释成为一种possibility 可能性 这样的叫发生的事情 prospect protest 抗议 反对 后面常常加什么呢 可以说about 还可以说什么 既然是你抗议的 肯定是你反对的 借词 against something salary 也就是你的什么样 pay 这个工资 但它是怎么样付的呢 按月的 monthly 对吧 这是你的心血 你的工资 plus 加上 加就是什么呀 additional additional 加上 还可以表示正数的 对吧 我们说有一种背景 知识啊 那在英国原来一种考试呢 就是说在11岁以上参加的叫做什么了 11 plus 11或者11岁以上的孩子参加了生初中的这种考试 11 plus depress 让一个人心情很沮丧 还有什么意思啊 就相当于往下压的意思 是不是 说如遇火警请按磁钮 记得那句话吗 钮 按钮 button 如遇火警也就是在乎 出现火灾的情况下 in case of fire depress advertise don't 做广告 make something known by the public on television or on newspaper 报纸啊 电视上面 让大家都知道了这种做广告 advertise suburb 郊区 刚才我们讲课文的时候看到图片中有一个叫skirt out skirt 就像裙子的外颜外摆一样嘛 也可以指郊区out skirt interview 两方面的意思 一个叫做 面试 一个叫做接受采访或者是接见 可以做动词 也可以做名词 interview 互相看的意思 最后一个讲语 have little in common little是表示否定的 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have little in common 好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though the job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effort the is quite low 尽管说呀 这个工作呢 要求相当多的努力 有什么意思啊 尽管这个工作呢 做起来很辛苦 那么阿里说工资就应该很高 是不是 他说了 他相当的低 那就是工资了 salary is quite low No.2 the young man in the story said he didn't like the of teaching in the school that was actually ran by the woman 这个年轻人在故事中说 他不喜欢 the和of中间应该是一个名词 往后看 teaching 当老师 in the school 在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呢 it was actually ran by the woman ran就是文章中那个ran 由一个女人所经营 主管的一个学校 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 教书 所以说他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什么样 前景 prospect 这种展望 No.3 it was a long drive to get to the beach and we threw took the wheel 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驾车的过程 想到这个海滩去 所以我们三个怎么样 took the wheel wheel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方向盘的意思 我们三个轮流拿方向盘子嘛 就轮流驾驶 否则太累了 轮流的 轮流 in turn in turn 而且还有很有意思的是 wheel还有轮子的意思 车轮 大家都知道四轮驱动 是不是 怎么写的 先写个4 然后写个W 然后写个D 什么意思啊 W就是wheel吧 D是什么 驱动怎么说 就是我们这个Drive开车 这个词 词能驱动了 Fall wheel drive 这四个 After sleepless night During which Joe smoked a whole pack of cigarettes His eyes were bloodshot and his breath tobacco 什么样的一个文 Sleepless 不眠之夜啊 之后呢 在这一个不眠之夜 乔呢抽了 a whole pack pack就是 包 一整包 一整盒的香烟 所以他的眼睛 首先bloodshot 充满了血丝 然后他的呼吸 也就是嘴里一股 tobacco 烟草的味道 一般过去是 smelled of 嘴里一股烟味 tobacco是烟草 诶你注意这两个词啊 cigarette是卷好的 那个烟卷 叫cigarette 然后呢 tobacco是烟草 我们闻到的是烟味 也就是烟草的味道 而cigar cigar呢 就是雪茄 雪茄 No.5 the sad news that a baby had died at birth me all day 主语是news me是冰雨 out day 壮语 缺一个微语动词 什么消息啊 他的孩子 at birth 一出生 就死了 这样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 伤心呢 那我自然就伤心了 所以心情就很 低落 很沮丧 depressed 的几乎动词 令某人感到沮丧 那depressed me out day 一整天都让我很难过啊 No.6 Joe used to live in the northern of Chicago before he was given a post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used to 有什么意思啊 过去习惯的动作 也就是他曾经呢 住在这个北什么地方 芝加哥呢 后来呢 他给了 被给了一个职位啊 在城市的中心 那么所以就要搬到中心去了 所以说明原来是住在 郊区的suburb 所以他过去住在芝加哥的北郊 后来呢 他在市中心找到了一个工作 seven few people shop at this market for many of the vegetables here seem to be few 否定的啊 几乎没有人会在这一家市场 买东西 因为他们这儿很多的蔬菜 好像都 不新鲜呗 stale stale not fresh and right all the local farmers against the building of a new airport on their rich farmland 所有当地的农民都怎么样 against 你记得哪个东西和他搭配了 抗议 protest protested 都要抗议呢 修建一个新的飞机场 在什么 rich farmland rich是 肥沃的农田上 好好的你说 盖上了飞机场 所以他们要抗议 第九个 第九个 the typist had to re-tap the letter three times typist 是什么 ist 打字圆 那么 打字机叫做 打字机叫什么 type是动词打字吧 typewriter 是名词 打字机 打字员是 tapist 很多人容易把typewriter误以为是打字员 对 ISD才表示人呢 那么这个打字员得 re 重打 重打几遍 三遍之多 所以说明 这个打字的水平也不太高 工作能力也比较差 工作也可能不太胜任 in incompetent incompetent 这个不太胜任的这个打字员 你把的稿子重打了三遍 number ten how one present himself at an will often decide whether or not he will be given a job 主语是用how引导的一个重句 怎么样 一个人来 主语后面是读成present present的什么意思啊 把什么呈现出来 提交出来 呈现自己 就是说一个人表现如何 在什么上表现呢 会通常决定是否会得到这份工作 所以得好工作之前 你先要进行一次面试 在面试上表现如何才决定呢 你是不是会得到这份工作 我们在这一个后面的完星天空里面 会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 在讲述一个人呢 在面试几个不同的青年人的时候 之所以会选择其中一个的原因 到时候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好了 这是interview 十一 is a frequent cause of divorce 是一个frequent 形容词 现在often呢 频繁的一个原因 造成什么 divorce 今天给大家讲的第一个笑话 他之所以发了一千封的卡片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专门 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divorce 离婚 那么什么是离婚经常的原因呢 两个人说 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那就是 have little in common 用什么形式啊 要当主语 就用动名词 having little in common 动名词做主语 第二 the boys teachers looked upon his wrestling performance with 这个男生的老师 看着他的 wistling performance 先看一下performance 他可以指表演 还可以指学生的什么 表现 对吧 这个表现怎么样 worst 大家知道是水融词 bet 比较急 坏的 更坏的 加了en呢 warsen 那就是变成什么词性 啊 名字后面能加ing吗 动名词嘛 所以是动词warsen 是动词变坏的意思 warsening 那就说 老师看待他这种 逐渐变坏的表现 就表现越来越差 那么像一个学生 表现越来越差 老师是会什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他呢 你怎么又错了呢 怎么还不如上次了呢 那种狠 不以为然 很不赞成的那种 表情 disapproval disapproval she said magazine 杂志 television 电视 even skywriting 在天空中写字 有见过那种呢 拿一个飞机一喷 然后一个字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咱们远程教育 完全可以搞一个这样的广告 因为咱们远程教育的符号是什么 七星是不是 我觉得完全可以在白天的时候 在天上喷出一个七星的样子 代表着什么 一记千 吃变天 是不是 这个skywriting 这个是非常好一个广告的那种方式 好了 那我们就是广告了 advertise 动词做广告 看一下这部分需要大家注意的短语 第四个句子 不眠之夜 sleepless night sleepless night 那如果我要说 a sleepless city叫什么 不夜城 还有另外一种表示叫做 我又写错了吗 分开写 everbrite city也可以 为什么ever是永远的 brite是指明亮的 everbrite写的永远明亮的城市 实际上everbrite还是一个银行的名字 有没有知道的 永远都亮的那银行 叫什么银行 光大 everbrite 好了 本明之夜会说了 第六个 过去习惯经常做的动作 use to use to 后面要加do 动词原型 注意了 use to do 第十个句子 表现自己 用什么动词 present present 这个动词present 通常用来什么情况下呢 比方说你有一个计划要提交 在会议上有个建议要提出来 用present 这都是 就是表现自己了 第十三个句子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叫做by means of means of communication 什么方式 communication 交流 叫通信工具 通信工具 means of transportation呢 transport pod是运 交通工具 或者运输工具都可以 means 注意它本身就是当单数用 下面我们来看第七题 rewrite each of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the words given in brackets 重写 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personal information 叫做什么 个人 信息嘛 也就是个人情况 个人资料 下一个呢 work experience 工作 经历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和教育背景 generally make up a resume 通常来说会构成一个你的简历 resume给大家说过了 上面有两个小写品啊 是发语过来的 然后他让你用consistive来替换 那么就要求这个句子用什么做主语 consistive是有什么构成的呀 那么主语得是resume吧 resume做主语 扔了一个句子是吗 第十四个句子啊 看一下 the job requires a university degree at least five years experience 这个工作要求有个大学学位 然后呢 还至少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还有除了什么 还要加上 应该是plus 好了 然后我们看第七的第一个句子 那应该是resume做主语 也就是a resume generally consists of 包括这三块 个人情况 工作经验和教育背景 所以你要知道 他得把主语换一下 第二个 in today's job market predic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formal education is considered important 在今天的工作市场 对吧 劳务市场上 第一呢 是predical experience 实际的经验 as well as 简单的时候就相当于end 和正规的教育 都被看成是很重要的 被看成很重要 他给了一段语 attaching parts to 那么现在问题是 谁把这两个东西看得重要啊 主语没有说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得用被动语态 那么被动语态呢 就是用什么做主语 去拿住一下 大家想一想 这个经验和这个正规的教育 是做true的比喻 所以呢 这个应该用importance 做主语 就是这个重要性 被和什么连接起来了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predic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formal education 这句话请大家注意 有点特别啊 正常的应该说 we attach importance to 我们认为很重要 现在在importance之前做主语 第三个 the lowest pay for this type of work is ten dollars per hour the highest fifteen dollars 这种类型的工作 最低工资是一小时十美元 最高工资是一小时十五美元 也就是在十到十五美元之间 范围波动 那么用的是range from 主语还是什么呀 这个类型的工资 the pay for this type of work 就不要说the lowest 也不要说highest ranges from ten to fifteen dollars per hour 你就不用说 from ten dollars to fifteen dollars from ten to fifteen dollars per hour 你今天到这吧